好像看到了 这个应该就是演大爷 大爷 大爷咋这会儿做佛城呢 我一直以为大爷是在做这些 可能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 就经常会做这些 大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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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时总爱锻炼吗 总爱锻炼 人名中72岁 齿轮厂退休 退休金2700元 丧偶住房面积70平 你能做多少个呀 最多的能做50个 50个 我的天 还50个 那你现在你今年多大年纪 现在72周岁 72了还能做50个 72周岁还能做50个佛城 施阳大哥你能做多少个 10个没问题 都有发展性 你平时就特别爱健身人 平时喜欢健身 你平时都愿意做什么 运动些噩梦 平时都在家里边 自做的简单的 体力的 在家 那你带我们去看一看呗大爷 走 看看大爷自己自制的健身器材 现在腿就有点酸了 现在让我上一层我也上不了 大爷大有趣 那 这是平时锻炼和不锻炼 这真有趣 是 大爷说过这个 大爷你阿姨给我介绍介绍 这都是干啥的 我这总觉得这都是 哎呀我的妈呀 我得两个手才能整起来 这太惨了 这都是干啥的呀 这个就是锻炼壁的 哦 这是啥铁你做的呀 这是啥 这是铁筷子 然后我自己 定个铿木把 一个铁筍你往上 往那插一上 这铁针啊 这铁针啊 这铁针 这拿着拿着 喂 不是 你绑了 那你拿不动 哎呀我的妈 这我得 哎呀我的天 这都要五十斤 我的妈呀 太沉了 像是臂力 和胸肌一样 哦 咱们大爷拿一个 让我们摘持一下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功夫过来 看铁 看铁 那都是铁铁肉 这铁筷子大成多少的 在别人那儿啊 可能是废体 但在咱颜大爷这儿 就成了运动健身的宝贝了 再看看这颜大爷这健身的架势 红娘觉着啊 这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都赶不上咱颜大爷 这是我们全街道社区 给居民的健康档案 嗯 每年都是组织 最好这个这个 嗯 这个没错就是 这个是心肝脾肺肾 都未见 都很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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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放进去 我说七十二 他说我骗的 我说我 我说咱 我说咱不说 我说咱就生病症 没来看呢 然后大夫就说你骗的 我说我不像七十二 他说就是像多大文件 他说六十二二五多四 啥毛病没有 说自己七十多了 连大夫都不信 你就说说咱颜大爷这身体 跟精神面貌 都有多好吧 要不说呀 没事啊 真得多运动运动 好 好 好